释放一些政治派 打倒中国共产党 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特地从加拿大前来 他提到最近收到的王炳章的信件是在两周前 没有说他在监狱的具体的情况 他只是说让我们跟他合作 他要再写第二本书 王炳武还介绍 目前正在和国际人权律师组织合作 将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起请愿信 要求介入王炳章的个案 我们正在准备法律材料 让他们实行一个请愿吧 这个王炳章已经没有罪 已经不成立 那你应该根据人道的主义 根据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他得过三次中风 在监狱里面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 民主中国阵线 以及中国民主党 共同声援高智盛等政治犯 和被关押的宗教人士 民运领袖王炳章2002年6月 在越南被中共绑架 被判无期徒刑 迄今被非法关押20年 没有任何减刑 在中共一般的是 让犯人减刑的话 一般的是认罪 他曾经说过 海枯石烂 不变初衷 所以这也是 他没有被减刑 也没有被释放的原因吧 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始 民运人士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进行至少两个月的抗议 务求让世界各国的代表 了解中共治下的人权灾难 新唐人记者 柯婷婷上级 纽约报导 好